你这边问一下汤老师 汤老师 什么守面相的人 天生就比别人 有赚钱的能力 其实我们讲 命理讲我克为财 克就是我要用力用心的 去赚到这个钱 天上没有掉下来的礼物 所以既然是要克 我们当然就要记得就是说 我们赚钱能力 如果比别人强的话 那我们赚的钱 就会比别人快 但是掌握得到财富 还是会不会左进右出 但还是要看你的福报够不够了 来看一下第一个 如果你很会赚钱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元素 就是贵人的纹路 有一些我们讲说人脉通钱脉 就要看一下这个首相 然后首相的话 就看大母哥 大母子下面 如果有一个圆弧线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负生命线 如果你有两条生命线的话 也有人说它是大难不死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这个首相的人 只要你出门在外 特别容易会有贵人来相助 例如说可能你人生 遇到一个什么重大的危机 可能生命的危机 或财务的危机 只要有这个负生命线 都会帮你逢凶化吉 然后会有人跟着你 陪你一起吃苦 陪着你一起成长 陪着你一起幸福 这一种的话 就是属于这种负生命线 如果你有的话 那你的人际关系真的是与生俱来 修来的福报 那我们就一条的就是自己吃苦 没有 对 自己品尝 对 如果你只有一条生命线 但是你的生命线又充满了什么 横纹或打叉叉的纹路 代表就是披荆斩吉 你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如果你可能会有什么打叉叉 或是横纹 但是你多了这条附生命线的话 代表就是逢凶化吉的纹路 那如果你两个生命线呢 都是非常的干干净净的 而且纹路也很深 然后也很长的话 代表就是说你这一生当中呢 真的靠人脉来赚钱 或者是别人告诉你一个 什么样的名牌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 买什么地 买什么房子也会大赚 就是这种有负生命线的 好 那如果你有的话呢 就要特别恭喜你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富贵文 听起来很棒的 好 你有没有富贵文呢 不是富贵手 好 来了来了 富贵文在哪里 就是你的掌中呢 有一个方形的纹路 好 这个方形呢 就好像一个小格子 小格子 有没有 好 如果你的小格子呢 把它变成像一个 甜字纹的话 更厉害 好 那这个方形纹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呢 它会去集聚跟汇聚呢 财富的能量 好 例如说有一些人呢 他会特别呢 把会 例如说 赚钱的这样的一个人脉啊 全部圈在一起 那这个群组呢 每一个都是很富贵的人 然后呢 彼此富贵呢 就会待望起来 好 所以像这样的人来讲 他可以掌握什么 财富 还有掌握到 就是这一个地方的连结性 例如说房地产啊 然后他会读到眼光 去把这边的土地呢 全部都把它买起来 然后如果他自己 没有能力的话呢 他也会找很多的朋友 一起买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如果说你的手上 有这样的方形纹的话呢 代表说呢 这样的人的眼光很独到 然后他也会呢 就是看得比较远一点点 所以像这样的人 你跟他交朋友也好 或是你自己本身 也有这样的纹路也好 其实呢 你去待望你身边的人 会一起发达的 是 对 所以有这种方形纹的话呢 真的就是能力非常的卓越 财酷也很丰隆 好 第三个呢 就是冲影像 赚钱呢 当然要靠智慧 是 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脑筋 就是呢 有没有很明显的 就是看耳朵 耳朵呢 要高于眉毛 其实耳高于眉呢 代表呢 你比较成名 比较早一点点 或者是你可以以名代曆 或者是你天生的智慧呢 会比别人高 那耳朵高于眉 琼眉姐的 有 平 平 差不多平 对 好 那如果你耳 好像有稍微高一点 高一点 因为我用这样子比 对 要稍微 脸不能这样痒 要这样平的就有了 好 其实如果你的脸是平的 如果你的耳朵跟眉毛是平齐的 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如果你又高过眉毛的话呢 代表呢 成名早 然后你会以名代曆 然后呢 你本身很多的个性上 你会比较沉稳一点 例如说当别人赚大钱的时候 或是你自己赚大钱的时候 你自己不会乱花 你也不会想说 我一定要怎么去放手一搏 什么的 早期你会这样 但到后面呢 要看你守不守得住 如果说你有这种眉毛 这种耳朵高于眉毛的人呢 其实你的眼光很独到 也很聪明 但是呢最怕什么 聪明反被聪明误 就要看哪边守不守得住呢 看你的嘴巴 像穷梅姐的嘴巴就有点小 可惜了一点 如果你的耳高于眉 你的嘴巴又大的话 那你就会有财库 真的守得住 对 如果你有这样的面向 代表你先天的福分很好 但是如果你的嘴巴再大一点的话 那更好 对 否则呢 如果嘴巴小的话就有点破掉了 有点可惜 你看我们就嘴巴小了 那你真是不好的 真是的 吃饭吃半碗吃一碗 要血盆大口 对 大家说要嘴巴大 每天吃到饱 是 为什么我刚刚讲这边 嘴巴小的人呢 他比较不懂得拒绝别人 他有这个智慧 但是嘴巴小不懂拒绝 很容易就 可能人家救一下 好啦... 明明知道不行 但是还是去做了 会有这种问题 好 那这是耳高于眉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 第四个就是 福禄相 是 好 福禄相长怎样呢 就是下巴 下巴要比较圆论 就是说你 不是胖的人 但是你天生的脸呢 就很风鱼 然后有天然的双下巴 是 好 双下巴呢 代表什么 双财库 就是你的身形是瘦的 可是你有双下巴 这个双财库有的话 就很厉害 为什么呢 代表福禄 就是福禄呢 受洗都有的意思 那例如说呢 有一些像 我最喜欢觉得就是 演艺圈彩华节的例子 彩华节其实他很瘦 可是你看他的脸呢 他自己有一个 自带双下巴 所以他这一生当中呢 机缘巧遇不断 纵使他可能家底 可能需要谁去照 他要去照顾谁啊 或怎么样 不管 只要你这个 你的人生当中 有一个想做的事情 自然就会有好的机缘 带你呢 去把它完成 然后让你把这件事情呢 都会做得顺顺利利的 双下巴呢 天生带这个福禄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双下巴是不是看起来很胖啊 千万不要把它打掉 也不要去打什么小脸针 打掉福气就没了 反正现在有美肌嘛 美图 所以就美肌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呢 如果你先听 我这种双下巴的话 真的是很好的面向 而且你的老运呢 晚运呢都会很好 可能子孙帮你带财啊 或是有好的员工 帮助你呢 在事业上呢 更加的蓬勃发展 所以这个有双下巴的话呢 也非常恭喜你了哦 好 以上呢 以上呢 这个四款手面向呢 提供给大家参考了 讲到明月姐跟穷月姐 两位姐姐啊 都是从很年轻 就开始赚钱 虽然吃的苦 比别人多很多 但是你们赚钱 在当年赚钱比别人 比普通人快很多很多 而且其实你们当年都是 就是都是巨星大明星 那贪钱好像贪水了 对不对 可是 也有很会花钱的时候 我们先来聊 说前辉姐 你四十几年前 你在国外寻回演出 那时候在台湾一哄 其实就东南亚 新加坡啊 到处寻回演出 就每一次回来 就可以赚很多钱 然后就可以买到 不错的房子 那个时候因为房子 很便宜 那时候还便宜 对 可是相较起来 那个时候的钱比较厚 然后又去国外赚美金 更大 对 说对了 去国外表演都是赚美金 然后回来换台币换很多 然后就是买房子 对 那个时候还不错啦 还可以买 我买南京东路五段吧 先说这是多少年前 这个四十年前了吧 四十年前 好 南京东路五段 差不多三明路东风街那边 对 三明路那个地方 大概那里 那边才不到两百万 一户 对 不到两百万 一户 几瓶 对 一户 三十几瓶 买了一个三十几瓶 不到两百万 不到两百万 现在一瓶都快要两百万了 对 四十几年前 然后买四围路 东风街四围路 对 在仁爱路圆环附近 对 圆环附近 七十平买四百八十万 七十平四百八十万 对 我还记得 然后买温泉别墅 不不不不 像小套房两房一厅那种度假的 北投 北投 就是买温泉 也是二十几瓶吧 那边也要一百多万 也要一百多万 对 那放到现在 真的了不起了